一手扶著神像 另一隻手拿起顏料筆 粉線雕師傅眼神專注 幫神像外衣彩繪 有別於工廠一體成型的雕刻上漆 粉線雕手工精細 每尊神像都是獨一無二 從外觀看來更具生命力 只是這樣的技巧 不是短時間可以練就 林符文師傅就花了三十幾年 才真正抓到粉線雕的精神 這就是都要手工 你看到他們大陸的 現在沒有分線 對我們沒有什麼衝突 但是你說好事有的人 沒人要好 一尊神像光是要完成粉線雕 就要兩個月 除了要有繪畫天分 耐心和專注度更是不可少 許多年輕人 一聽到要長時間投入 就打退堂股 加上大陸廉價競爭 讓傳統產業面臨斷層危機 新美式勞工局 特別邀請傳統手工藝業者 到市府大廳舉辦職人故事分享 希望繼續傳承逐漸消失的傳統行業 我們把傳統的藝術文化 透過這些非常優秀的20位資人 把它展現出來 他們也是手作 跟我們Maker的精神是一致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手作精神 讓我們的傳承技術能夠傳承下去 市府找來傳統產業的新生代 分享堅持精神 希望讓民眾了解像是手工西裝 陶藝和木桶等行業的創作歷程 進而支持台灣在地產業 讓優質的手工藝能持續發展 台北大台北蘇維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本集中 文綺 議員 議員 議員